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亲爱的弟兄姊妹 午安 我分享的题目是 如何在世界成为天国智慧的投资家 我在 我的这个行业我做很多年 我担任过台湾大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的主任 我也担任一些国家的大案子的 那我的学生常常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你要退休了 那你这个整个领域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 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 那我跟他讲 成为一个工程师 成为一个保护环境生态的一个工程师 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 最重要的在上帝放在我们的大自然里面 有一个省力的杠杆 有一个省力的杠杆 什么叫省力的杠杆 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不要全部都做完 你要留有一些成为一个空间 让别人来参与 甚至让上帝来改变 我几个例子好了 我们国家面与到海啸的问题 我们可能面与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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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台湾 哇下大雨的话 那这个河边就淹水了 河边淹水的话呢海水就倒灌 政府就问我们一个问题 诶 如何减少海水倒灌 诶 这个时候就很小心 政府问我们如何减少海水倒灌 最容易的思考就是怎么样呢 我做个提访全部挡住 这答案是错 这个答案一定是错 为什么呢 因为你等于是把它全部做完了 那提访以后会很难看 那提访以后的话 你外面水不进来 不过里面的水可能也出不去 OK 所以这样你还要排出去 所以我们就常常想一个 叫省力的杠杠 上帝在我们大自然里面 放着一个省力的杠杠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 这个是我常常告诉我们政府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吃海边的螃蟹 你看吼 我们的河川里面其实有很多垃圾 到海水里面去 垃圾大部分都不见了 这个吼 这开始我们不太懂 这个我们常常 丢这个玻璃龙板 丢这个什么枕头 丢什么 什么这个家具 丢我们的报纸 丢我们的垃圾 到我们的河川的里面 到海水都不见了 OK 那我们以前啊 其实这个很奇怪 后来发现有一个关键 并且这个关键不是只有在台湾 全世界都一样 就是螃蟹把它弄掉了 这个螃蟹它有熬啊 它有这个熬 熬就会捡一捡 捡一捡 它把这个很大片的垃圾 剪成灰塘小片的垃圾 然后呢 虚虚就把它吃掉了 所以可见 从头到尾都不是我们的奴隶 我们只要让螃蟹来帮助我们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除掉 OK 就有一些很大的木头啦 木头的话你说 你要怎么把它除掉 很困难 然后你就飘到 你看哦 每次台风的时候 身上 身上有很多木头又倒下来 被河口呢 被这个河流啊 带到河口去 我们百姓还不能够随便去挑木头呢 为什么 这违法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林物局说我要先挑 林物局要先挑 所以好木头就先被林物局给挑走了 林物局挑走了以后呢 你能够挑吗 你还不能挑 因为在地有在地的势力还要挑 等到换银去挑的时候呢 已经手剩不多了 为什么呢 被螃蟹吃掉 被螃蟹 这个很有意思 这很有意思 螃蟹的熬啊 就会把他的大片的东西剪成小片 剪成小片以后呢 就让微生物有更多的表面机 跟这个东西可以互相的 就很快的把它消化掉 你如果一大片的话就很难消化 剪成小片的以后呢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小孩子 有些我带我的女儿 我女儿说 他小时候 三岁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爸爸 我如果跟螃蟹玩个剪刀石头布 他都会赢 我说为什么 他说螃蟹只会出剪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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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出石头 那他就赢了 但我知道真的 有个省力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 如何在世界成为天国智慧的投资家 其实我们一生都在投资 我们一生只在投资 我们无论受交易 我们在工作 其实我们在投资 投资这个字很有意思啊 投资的英文叫什么 Invest Invest 什么叫Invest 投资啊 其实不是呢 投资就是进到挪亚的方舟区 这不是我 这不是 投资 Invest Invest In是进去嘛 Invest Invest是船啊 OK Invest 我都不想说 这个早期啊 怎么会把 怎么会把说进入船 这个字 变成投资 Invest Invest就是 在挪亚的那个年代 洪水要来 请问哪里是最好的投资 进到船里面是最好的投资 你不要说洪水要来了 我要盖一个大楼 没有用啊 洪水要来了 我今天要盖一个大工厂 没有什么用你知道吗 洪水要来了 那我今天要 团成一个大企业都没有用 为什么呢 在那个洪水的年代 最好的投资就是进入方舟 所以很有意思啊 投资这个英文 Invest 怎么样 就是进入船里面啊 Best就是船啊 In就是进去啊 我就知道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 那为什么讲这个东西 我们大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都会先讲定义 先讲定义 那为什么 奇怪呢 这个进入这个船 进入船只 就成为invest Investment 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投资的 这个字 所以 投资可能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还不是说我今天投入 放入多少 我将来可以拿回多少 OK 投资很可能还不是说 我今天要买个股票 要买个基金 要买个房地产 要买个海外的货币 我能够得到 能够多少 当然这个是 这个是他的 但是还有更核心的是 你要进到什么里面去 你要进到什么里面去 其实他是整个投资里面 最核心的东西 那其实 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帮我 把圣经节打出来 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第一个很压抑的是 主耶稣很看重做生意 主耶稣很看重做生意 因为这个里面就要讲 里面就要讲生意了 其实主耶稣在 在他的教导里面 用到很多有关于生意的东西 你看 天国好像是宝贝藏在地里面 人意见的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来买这块地 我要分享四个点 什么叫做天国智慧的投资 其实主耶稣说他告诉我们 那个天国好像什么 宝贝藏在地里面 这个很特别 我们一生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投资 是上次一个宝贝藏在地里面 他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他是个固体 宝贝是个固体 可见最棒的投资 天国的投资 他应该是怎么样 他不会跑来跑去 他是基欧股 我以前常常告诉我的学生 娶个好太太就是个基欧股 他还会带来鼓励 Amen 对不对 OK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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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我说老师 全世界什么是基欧股 我说太太就是最好的基欧股 OK OK 他还有带来很多的好处 OK 那我就知道 什么叫宝贝 宝贝是个固体 神力说 一个美好的投资 他就是一个宝贝 他就是个固体 他不会跑来跑去 第二个的话 他很有意思 他很有意思 别人看不出来 别人看不出来 这个是宝贝 一个好的宝贝 常常是别人看不出来 是宝贝 为什么呢 我相信21世纪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行业 是还没有被发现 很多很重要的行业 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 怎么样 藏在起 请问所以把他藏起来 上帝把他藏起来 上帝把他藏起来 这个21世纪 其实每一个时代 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他要出来 但是大部分人都看不到 因为他被藏起来 所以第一个 他是固体 他不会跑来跑去 他就等到那个地方 第二个的话 他是 看起来就灰头土脸的 灰头土脸的 可以这个世界上 很可能有个特性 把上帝的宝贝 用土把它盖起来 OK 所以他就藏在地里面 OK 那我要讲一下 我先讲 你们知道宝贝是什么吗 宝贝是什么 钻石是宝贝 钻石 全世界大概 以钻石最贵 OK 钻石是宝贝 那钻石为什么是宝贝 我们结婚的时候 为什么要戴钻石的戒指 你说 大家都戴钻石戒指 那我不戴 我要戴什么 这个很有意思 结婚的时候 为什么要戴钻石的戒指 为什么钻石被认为 是最昂贵的 这个 让我来用点物理来谈这个 钻石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全世界生产钻石的地方非常的少 比黄金少 非常非常的少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开过一部电影 讲那个地球的那个核心 的岩浆突然间不动了 你们看这个电影 哪一天 他说地球的岩浆就不动了 哇 整个全世界都乱掉了 所以的话呢 要赶快要去把这个 这个岩浆啊 要能够让它动起来 然后就拍了 拍了一个队伍去 OK 那这个队伍去 他们就有个特别的机器 可以打到那个地球的岩浆里面去 里面就有 里面就是 这个电影真的很有意思 我觉得拍的不错 拍的不错 我先讲一下 怎么会有钻石 钻石是地球刚形成的时候 最开始形成的固体 我们知道宇宙里面很多 其实不是有地球 每个星球 只要它是个 它是一个固体的星球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星球是气体 像我们的太阳就是气体 我们太阳系里面 有些星球都还是气体 但是每一个星球的 最核心的地方 就是钻石 所以我们对钻石 有两个名称 OK The Heart of the Earth The Heart of the Star OK 它是什么 所以这个星球 原来都是气体 可能是氢气 可能是氢气 可能是一部分的氮气 少量的氧气 还有一些其他的 一些微量的气体 然后在高温之下 然后因着重力的影响 因着万有引力的影响 从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气团 然后慢慢慢慢的缩小 然后彼此的碰撞 而产生的我们的固体 所以星球的形成最开始是气体 后来就慢慢的变成固体 慢慢的变成固体 最开始形成的是什么呀 钻石 就是这个钻石 因为怎么样 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如果要产生钻石 必须高温高压 极高的温度 极高的压力 那高温跟高压 我们完全没办法产生 我们的自然环境里面 完全没办法产生这个 我们人力 人工 我们科技 都没有办法产生钻石 我们就要产生人工钻石 那人工钻石是不是钻石 差很多了 OK 那你如果到我们 人工钻石根本就没有像 原来的钻石那么样的漂亮 那么样的硬度 那么高的density 那么高的密度 所以讲回来 为什么钻石是那样的稀有 因为钻石只有在地球形成的时候 会开始形成这样的一个固体 所以钻石其实跟木炭一样 OK 钻石都是碳嘛 OK 木炭也是碳啊 OK 那为什么有人只做木炭 有人做钻石 因为钻石可以经过高温高压 OK 所以经过高温高压 所以有时候老师给我骂一点 有时候也很爽 OK 有时候老板骂我们 我们也蛮高兴的 为什么 要高温高压 OK 有时候同事看我们不顺眼 赞美耶稣 OK 哇 东西都是让我们有高温 高温高压 才能够产生钻石 那这地球到现在 没有这种环境 可以产生钻石 整个宇宙都一样 所以那个是最开始的 最开始 最开始 极高的温度 极高的压力 那地球里面 根本只有在核心 在地球的最核心 它才有钻石 其他地方都没有钻石 那钻石怎么出来 火山爆发 OK 它火山爆发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什么地壳的振动 把核心的东西 啪 把它钻出来 所以全世界钻石哪里最多 南辉啊 南辉 南辉的一个特别的角落 OK 哇 等等啊 辉州中部也有一些钻石 美国的加拿大 对 加拿大也有一些钻石 中美洲也有一些钻石 但是非常地少 昏布非常非常地少 那为什么 因为它是火山打出来的 所以什么叫做宝贝 宝贝在印证一个 它是一个 辉塘特有的情况 才能够产生出来的 是不是可以帮我再打出来 OK 什么是最好的投资 因为其实每个钻石 它会那么珍贵 不只是它稀有 不只是它非常非常地坚固 更重要的 它是印证起初地球的创造 印证地球的创造 它是最开始 最开始的这个条件 我们在学校里面 在学数学的时候 有些数学 你要回答两个问题 不然你解不出来 一个叫做 Initial Condition 初始条件 还有一个叫做边界条件 OK 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两个 你就解不出来 OK 你要解 有时候有这两个 我们自己的程度也解不出来 要靠别人教我们怎么解 但是这个很重要 一开始 其实钻石在告诉我们 那个最开始的时候 宇宙最开始的时候 所以上帝说 我把那个宇宙最开始的 存在地球核心的 你看 它说天果好像是个宝贝 藏在地里面 哇 它就是一个一个 你说它藏在地 它是一般人看不出来 因为没有那个条件 可以产生宝贝 高度的稀有 高度的珍贵 高度的硬 高度的density 高度的强度 然后呢 它是藏在地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可能存在 它就在一个很特别的火山八花 它才会出来 那么人意间的就把它藏起来 那为什么把它藏起来 有人试货 所以什么叫做 天国的智慧陀资 我猜是有一种智慧 是神给他的一种智慧 你试货 你试货 这个 有的老师很喜欢学生 很喜欢几个学生 我的指导教授 他都到处跟人家讲 我是他儿子 其实我不是他儿子 我是他学生 所以我到哪里去 我去捡头发 头发师傅 他说你的老师说你是他儿子 我去吃面的时候 外面老板说 你的老师每次来吃面 都说你是他的儿子 那怎么老师会说 儿子是他的儿子呢 他说你比他自己的儿子 更是学这个老师的东西 哇他这个老师真的是试货 真的是试货 所以我今天有很多的学问 都是老师一对一交的 一对一交的 OK 那他怎么会喜欢我 我常常讲不懂 他怎么会喜欢我 因为老师上课的时候 我都做第一排 然后呢前班都不来上课 台湾大学 常常都不来上课 老师就很生气就骂 哇 浪费国家的亲会啦 这么好的课怎么不来上啊 这么重要的课怎么不来上啊 啊请问是谁被骂 我被骂 就是每次上课的人 那个同学就被骂 那从来不来上课的人就 就 他就也听不到他这个骂 有天我去跟老师讲 老师你不要这样骂 我每次都来 我都很少来 每次你都对着我骂 我知道你不是骂我 但是你没事骂我 但是我是来上课的 老师说这个同学很不错 敢跟老师来讲 后来喔 他就问我说 欸 那个文亮啊 为什么我上课这么好 同学都不来 我跟老师讲个秘密 你们要不要知道 因为老师的考古题 每一年都出一样的题目 老师的考古题啊 每一年都出一样的题目 答案是不是一样 答案也一样 台湾大学有个非常好的习惯 历届的考古题总是有人帮你收集 学长已经答完了 就给下一届 所以既然考试都考一样 那干嘛来上课 那请问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从来不用考古题 别人给我考古题我也不要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 就比较差 结果跟老师讲了以后 那一年所有的期末考题目 全部不一样 OK OK 只有我会答 哇 那一次前半当一票了 你知道吗 他鼻子摸一摸 哇 我看哇 考古题今年完全不一样 OK OK 那后来我们老师每天的考古题 就怎么样 根本没有考古题啦 OK OK 每次都不一样 所以这叫宝贝 他认识你这宝贝 哇 竟然上课敢来跟老师讲说 请老师不要继续再骂人 所以我说这叫宝贝啦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生里面 能够看得中的那个宝贝是很重要的 别人很多人可能看不出来 很多人可能看不出来 很多人可能看不出来 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老师跟我讲 大学里面有三个系 全世界永远都需要 OK 有三个系 无论时代怎么改变 无论外面的工业怎么改变 无论商业怎么改变 有三个系 永远都是很重要的 请问是哪三个 OK 我们都还想知道 请问是哪三个 他说第一个是什么 他说第一个是测量 第一个在马路上在测量的 我说老师那个很辛苦耶 那个很辛苦耶 阳光在晒 你要背一个仪器 换一个水准仪 然后你还要画平板 换一个平板 你要看一看 画一画 看一看画一画 所有的工程东西要工程化 所有的工程东西要好好的 他说同学 有没有谁要学测量 测量很重要 大家说老师 那你是不是可以讲第二个 OK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老师说 护理 Nursing 护理 他说护理是照顾人的 护理是照顾一个人 他说人类科技怎么进步 总不能够用机器照顾人 最后一定是人照顾人 所以有没有谁要去学护理 Nursing 哇 我们说老师 那你是不是可以再讲第三个好不好 OK 第三个老师讲了 我们都前半哈哈大笑 他说 有谁肯去做读书馆的管理员 我说干嘛 他说读书馆的管理员 哇 OK 你们可能不太知道 在我那个年代 读书馆的管理员的薪水是很高的 在美国 读书馆不是大学部的工作 是硕士班的工作 是硕士班的 硕士班才有开读书馆 为什么呢 在这么多的资料里面 你要怎么管理 在这么多的资料里面 你要怎么去编码 在这么多的资料里面 如何整个有自信的呈现 哇 所以老师说 外国人都不读 都不读这个 中国人去读 一定不会失业 我告诉你 什么叫宝贝 就是每一个人在讲 什么叫做宝贝 上帝在告诉我们 有个宝贝是怎么样的 是藏在地里面 它是一个最好的宝贝是钻石 钻石是在起初见证 那个上帝创造地球的时候 是怎么状态的 所以的话呢 并且钻石是永远不改变 钻石不会轰化 绝对不会轰化 它绝对不会被氧化 所以的话呢 天国好像是宝贝藏在地里面 人意间的就把它藏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它欢欢喜喜的 变卖一切所有的 所以人生的一个准确的投资 不是到处乱投资 怎么样 投资在最好的身上 投资在最好的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最好的 因为那是神说告诉我们 变卖所有的 然后买这块地 诶 怎么会买这块地呢 宝贝只藏在一个小地方啊 怎么买一个这么大的地方 她说买一块地啊 如果火山在这边泡花 可能整个火山就 OK 请不买下来 我本身在学工程 我们做的工程 一定要有个施工便道 明明我们只在这个地方做 但是你为了要 机器要能够进来 我们有个叫做施工便道 我几个例子好了 像我们现在淡水 我们整个淡水河的河口 要做个跨河大桥 OK 做跨河大桥以前 他还没有做以前 先做一个施工便道 用船连在一起 让人可以到这个水上施工 OK 那就是 你总是 明明你有一个目标 但是你周围的东西 你全部都要 所以你明明知道那边有个宝贝嘛 但是呢 我周围的我都要 买那一块地 但也不是买太多 就是买那块核心的地 因为你要施工 你总是有个多余的地 因为你要跨过去 你机器要进去 你废土要搬进来 哇 你周围还有个地 你还要买下来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 有时候你真的喜欢一个东西 爱屋几鸟 脸旁边的东西 你大概都要 OK 你相关的技能 你大概都要写 为什么呢 这边告诉我们 天果好像是宝贝藏在地里面 人意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 去买这块地 上帝喜欢生意人 主耶稣喜欢生意人 我常常觉得我们四农工商 可能是搞错了 OK 四农工商嘛 其实应该倒过来 应该商 商 对不起 我因为 OK 商工农事 OK 果然现在没有人肯当兵 OK 那农户也很少人做 OK 我想讲 只要过来 主耶稣说他喜欢 喜欢你去做买卖 做买卖的话 一个好了买卖 你知道哪里有宝贝 什么叫宝贝 见证上帝起初的创造 就像是钻石一样 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 为什么要戴个钻石的戒指 告诉你怎么样 我不改变 我告诉你怎么样 我永远都是这么闪亮 我永远见证上帝起初 创造这个钻石的这个状况 因为人类产生无法 哇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什么叫做用上帝的智慧 让我们在世上 一生有个准确的投资 看准什么是上帝的宝贝 看准什么是上帝的宝贝 我当一个大学老师 其实我认为 课堂之上就是我的宝贝 我可以做很多的研究 我可以有一个这个 我可以有一些研究机构的 这些金钱 国家会聘我们这种有名的教授 去当国家的内阁 我也被征刑过 我也被征刑过去选立法委员 代表大安区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我英俊 有人不同意见 没有 OK 第一个 我英俊 立法委员一般都长得蛮英俊 你真的长得要蛮漂亮的 OK 虽然你头脑空空 长得英俊就算了 OK 就有票会给你嘛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头脑空空 所以的话 第一个 我那时候他们来问我的时候 就讲这个 第一个 你英俊 第二个 你的学历很好 并且其中都很夸赞你 第三个 因为你没有离婚 哇 这个 所以 请问我有沒有去 我没有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我的宝贝不在哪里 那年有两个党来 有两个党来问我 有两个党 因为这两个党是敌对的党 我问我是不是要出来选大安区的 并且他说张教授 你出来你一毛钱都不用花 你一毛钱都不用花 OK 我没有答应 那为什么我没有答应 我刚快来教书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媒体 请我去 他说张教授 我们很多电视的东西 很多人都看不懂 那个Discovery Discovery或Explorer 很多节目 他都看不懂他在演什么 你要不要出来 在我们电视机的前面 先录个三分钟 这本片在讲什么 OK 不然他都看不懂 OK 那我说看不懂就看不懂 他说没有啦 他说这个 这个观众 会误导这个拍片者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有一阵子的 动物频道 都会讲动物怎么交配 你知道吗 OK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观众看不懂 你知道吗 他就会慢慢的误导 这个拍摄影片的 我跟你讲 早期很多Discovery 很有剂情的 后来就没有剂情了 后来就没有剂情了 因为他喜欢看这个 非常非常片段的东西 所以那个 那个非常有名 他那个 他说 张教授 这样好不好 你来先讲个两分钟 OK 我心里有动心 我心里真的有动心 OK 那他说 那 那我说要做什么 他说你会很忙 OK 因为你会 你就没一起来 来这个地方讲 然后呢 他说 因为你会很忙 所以我们送给你一个秘书 送给一个女秘书 然后呢 他就打电话 就进来了 哇 中兴大学的 中兴大学的一个女孩子 他说 他会讲很多国的语言 OK 并且他身上有一种 新衣草的味道 你说老师啊 那你跟他见面 就可以知道 新衣草的味道 反正我的味道是有过敏的 OK 那后来他说 这个女孩子 帮你处理所有的事情 请问我又没有答应 我回去以后 就跟董事 就跟那个董事长说 我到此为止我不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比较看重我太太 我太太就是我最好的秘书 我才不要这个新衣草的女孩子 后来这个女孩子 他藏写信给我 每次的信件都带着 什么味道 新衣草的味道 我这样讲的 我认为什么是宝贝 反正我就被卖一切 就是为这个灰头土脸的这个宝贝 灰头土脸的这个宝贝 我就拿宝贝就可以了 所以天国好像是宝贝藏在地里面 所以求神给我们一种智慧的投资 让我们一生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宝贝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 也在说他是宝贝 其实他不是的 其实他都不是的 真正的宝贝就像钻石一样 永远怎么样 见证那个上帝起初的创造 第二个他说天国又好像是 买卖的人寻找一颗好珠子 看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是以变卖地 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这个是很特别 这个是只有一颗珠子 宝贝跟珠子不太一样 宝贝是矿物 钻石是个矿物 珠子是珍珠 是形成在生物体的体内 耶稣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以色列 其实中东是全世界生产珠子的地方 全世界生产最多珠子的是在波斯湾 在波斯湾 那个地方的话有很多的棒 很多的棒可以生产珠子 我们医生地中海的生产珠子的棒 跟我们亚洲是不同的品种 OK 地中海有地中海的品种 日本有日本的品种 那我就要讲回来 这个一般的棒会生产珠子 它大概都是在海水150公尺底下 所以那时候以前没有潜水设备 真的很不简单 寻找知识的话你要到水里面去 然后你要潜水到150公尺的地方 然后你要想怎么样 看哪一颗有珠子 它怎么看 它挑开看一下 挑开看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每个珠子都是好珠子 好珠子有个很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它整个是圆的 珠子有时候也不圆 有时候它会有切一个角 第一个 还有好珠子 一般都是珠子 这个棒 从小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棒会有两个吸水器 这个棒啊 它这个会从它的壳里面 生出两个吸水器 让它吸收海水里面的一些藻类 或者是一些忽悠性的动物 成为它的食物 但是呢 它无意间会把沙子给吸进去 那沙子成为它的痛苦 所以很多棒是怎么形成的 小时候 啪 遇到一个痛苦 然后呢 它因为有痛苦 它就每一天 就会昏蔽出一些东西 去包裹这个沙子 让它不痛苦 所以在圣经里面 棒 这个珍珠啊 意思就是包裹 包裹 用什么来包裹 碳酸钙 用碳酸钙来包裹 所以我们的珍珠 非常的硬 好珍珠是非常的硬 因为每一天都包裹 每一天都包裹 每一天都包裹 越包越远 越包越大科 到第八年的时候 是好珠子 第八年 OK 它的寿命都快 等于是这一颗珠子 是它一生里面的痛苦 OK 所以你说老师 什么是好珠子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 足够的时间 慢慢的包 慢慢的包 第二个 它里面的那一颗沙 一定是原型的 因为它 那个沙子 如果不是原型的话 它怎么包 出来的珠子的形状 就不会是原型的 哇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那个低利沙 所以好珠子很少 第一个它要经过长期 经过六年到八年 第二个的话 一定要有人潜水到深水 一百五十公尺的底下 然后呢 它不敢全部都开 因为它要检查一下 这个太大 不是 这个太小 这个有点扭曲 这个上面很容易碎掉 因为第一颗的沙 可能不是好沙 哇 所以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好珠子 是很难得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 参加这个 这个宴会的时候 有人会戴这个珍珠的项链 为什么要戴珍珠的项链 弟兄你要不要说 为什么要戴珍珠的项链 贵 贵 好珍珠真的很贵 还有没有别的 好看 还没有别的 证明我跟你在一起是何等的痛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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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在一起 是经过多次的痛苦 当然是别人的痛苦 OK 最基本上那是个 那个是个痛苦所形成的 所以一颗的好珍珠 一个真是痛苦所 我们再打回来 OK 这个是不是可以一直都溜着 不用这样换来换去 所以第二个 天国好像是买卖的人 去寻找好珠子 他不是寻找尊珠 那既然有好珠子 是不是有坏珠子 有 做什么用 珍珠粉用的 珍珠粉一般都是比较差的 比较差的那个珠子 所以有个好珠子 然后呢 要一件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是一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所以在圣经里面珠子 Pure 这个字就是包裹 不动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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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 寻找美好的 寻找美好的上帝的宝贝 他有一个特点 宝贝 见证起初上帝的创造 我们叫钻石 第二个叫做珍珠 当然珍珠跟他不太一样 前面是经过好几亿年 或是好几万年 才能够产生出来的 这个是六年到八年 六年八年就产生这个 这个好珠子 那你说后面好像蛮占便宜的 没有 前面 前面那些矿物是没有痛苦的感觉 好珠子可是有痛苦的 所以我们一般学一个东西 我们学得很不错 大概都经过一些痛苦的程序 我自己想到以前自己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 也蛮痛苦的 我老师有人告诉我说 Tim 我发现美国所有的核汇料都会漏 核汇料的圆埋场都会漏 我的老师 然后你是不是会告诉我们怎么不漏 我怎么可能知道怎么不漏 我们台湾所有的垃圾圆埋场都会漏 我们台湾所有的加油站都会漏 所以我们常常说那个中油灌进去的油 跟抽出来的油总是不一样 其实是灌进去的多还是出来的多 灌进去的多 可不可能出来的比灌进去的更多 有地下水下漏 地下水外漏 OK OK 那水就跑进去了 一般讲一般讲起来都会漏 都会漏的话那会怎么办 我们的加油站如果会漏的话 周围的住家如果有地下室的话那怎么办 这是大问题 我们的媒体一向不报这种问题 那我们就检查所有的加油站 全部都漏喔 你想会知道哪一家肉的最凶 不想知道算了 OK OK 所以的话呢我们都有资料你知道吗 我们都有资料咧 你说周围的居民怎么办呢 周围的居民地下室怎么办 那个油都会慢慢漏到他家里 你说老师还不简单 我们根本在墙壁上打一个洞 我们就收集他的汽油 OK哪有这种事 OK 那我要讲喔 生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个是宝贝 一个智慧的投资 我知道在永恒的里面 这个投资是存到永恒的 就像是个宝贝像个钻石一样 第二个是个珍珠 经过痛苦慢慢的产生 你们去加油站的时候我请你注意一下 那个地上会打洞 你们可能没有什么注意 大概打洞大概 大概这么大 大概这么大 OK 地上会打洞 一般你去汽车加油 或是骑摩托加油 你都不会注意 因为只注意加油站 还有注意那个 他会讲一句话叫什么 欢迎光临 我跟你讲喔 你注意这个洞 地上这个洞越多的 证明它里面的加油草 怎么样 油漏越多 那为什么要加这个洞 虽然氧气可以进去早点氧化 那维生物可以氧化它 減少它的外漏量 OK 所以我们就跟政府讲 所有 所以你以后加油的时候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洞 你说老师可不可能有些没有打的 台北市大部分都打了 所以说我们常常 常常以前都在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让他讲回来 很多地下的是烂东西 都有 在这边告诉我们 一个天国的投资者 第一个 像是宝贝一样 第二个 请记得 那我的老师叫我做合回料 我的确是把路文 写出来了 我发现 你们想知道我 我发现了什么吗 讲的 想想 想想 我们这个邪技术真的是没什么用 讲 花了好多年做出来的东西 也没什么专利 然后就讲出来 就大多打去用 我们后来发现有一个机密 就是加油草的这个前面 要铺几层不同的 铺几层不同的岩层 铺几层不同的岩层 又像三明治一样 也不是单一 因为它都会外露 怎么会外露呢 因为你的金属筒 久了以后都会被 都会被氧化 然后呢就会 就会腐蚀 腐蚀它就会出来 出来以后的话 怎么样 我们就把它封起来 因为核辉料很严重 就不让人家看 那它一打海浸一看 哇里面都漏了 那为什么漏呢 因为它出来以后 它就会往地下移动 就变成地下水的污染 那这很严重很严重 因为到地下水去的话 你就很难清除它了 所以我们在地面上就要结住了 那结住的话 我们用三层不同的这个材料 怎么样 第一层 它漏的话 我就知道它会往哪里漏 那我第二层的话 成为我的收集的地方 第三层成为我最后的防卫 所以我们后来就交了很多钱 所以我们懂这些东西 不太有什么用 人家搞电机很快就有赚好多钱 那我们写这个污染 懂一讲出去 就很好 谢谢这个知识的提供 谢谢对国家很重要 那钱呢没有 OK 感谢赞美主 因为我们投资不在那个地方 所以天国好像是买卖的人 寻找好支出 我们都到处寻找好支出 经过痛苦出来的 经过痛苦出来的 其实我们 常常告诉我的学生 学术学是不是要痛苦 有 学术学很痛苦 学物理是不是很痛苦 学物理很痛苦 学不同的学科痛苦还不太一样 化学跟物理很不一样 物理是想通了以后才去做实验 化学是根本没有想通 做完实验才去想 算了你们不知道 OK 学物理的人 我跟你讲 学物理人都看不起学化学的 学化学的看不起那学生物的 学生物的看不起那些 学心理的 所以他们瞎掰 学心理的看不起那个学哲学的 问他们没有什么用 学哲学的就看不起那些学文学的 OK 这些学文学的 你知道最有水最有用 最有水最有用 不是最有学文学的 OK 学文学的说 不是我把物理写下来 根本没有人读你的文章 OK 所以我要讲 我们说大学的话 都会 都会一个系会吃另外一个系 一个系会吃另外一个系 台湾大学有两个系 一个是动物系 一个是植物系 动物系的老师 一眼大眼都欺负植物系的老师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说有个理由 他说我们 虫就是专门吃草的 虫就是吃草的 牛就是吃草的 马就是吃草的 所以植物系本来就 当被我们动物系欺负 我说没有这回事 我们自然间里面有很多草是 专门在吃虫的嘛 就说食虫植物嘛 对对对对 我们也把 我们也把动物系给磕下来 因为我们就是食虫植物 本来是食虫植物系 平常草还不吃的 就只有吃虫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食虫植物 有 姊妹你看过 野外的吗 还是自己养的 猪龙草 猪龙草 你不是叫有猪龙草吗 很多之位 台北最多猪龙草的就是在我们的 杨明山里 你们有没有去爬过孟万湖 孟万湖有个地方叫做白水坑是不是 冷水坑 你干嘛说那是白 因为水就是白的 对啊 对啊 你说冷水坑是外行 我说白水 水是热的啊 是啊 硫磺 硫磺啊 对啊 我说是白水坑 他们取名叫做冷水坑 明明水是热的 明明水是白的 掉人家冷水坑 我都知道 应该敢说掉白水坑 那你说老师 你怎么整个爷你也知道 我就是孟万湖的规划者 孟万湖的呼吁者就是我 以前水酒不见了 所以水把它弄回来 商务酿教授 就是我把它弄回来 有没有成功 很成功 所以就完蛋了 我们那一年 大概有十万棵就回来了 政府说你的工作完毕 以后就知道了 这种呼吁工程 每年给他搞个两棵 哇 他说怎么那么少 明年需要再研究 OK 那你就仔细地有 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很单纯 这我就要讲回来 欸 你如果从那个冷水坑 一直走到那个孟万湖 沿途 都是四重植物 你们听得不敢动 算了 OK 那好了 所以第一个是保 我们一个投资 知道他的宝贝 我们一个投资 知道他的痛苦 我猜我们的企业界 在找人家 我猜我们很多的企业界 在找人 喜欢顾台大的 大陆喜欢过清华的 北大的 你猜为什么 因为他们受的痛苦多 所以他痛苦 教授给他痛苦 教授 我们成为一个成名的教授 大部分都给学生痛苦 我们常常告诉学生 到底是你聪明 还是我聪明 其中就是老师 当然是你聪明 你最好从心里说出来 其实学生根本就认为他比较聪明 我常常致命说 我就是修理你 修理你 被修理过的学生 都会感谢老师 对不对 不修理你的学生就是说 我跟你有什么相关 OK 所以我们真的是 有时候我们受一点压力 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有时候我们受点苦 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那个受苦最多的人 很可能都是好种子 很可能都是好猪子 努力 认真 禁止 禁止你的本会 禁止你的本会 好猪子 所以圣经理说 天国好像是好猪子 其实主耶稣是受过苦的主 我们的主是个受过主的苦 主耶稣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常常不是他的大能大力 也不是他的什么什么什么都不是 是他为我定时之下 所以他知道我的感受 他知道我的痛苦 OK 第三个下一章好不好 第三个天国他讲的三个比喻 第一个宝贝 固体嘛 不会一来一去 然后是被隐藏下来 第二个是好猪子 第三个才好玩 他说天国好像是撒网在海里面 冗季各样的水族 网季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 剪好的 收在去距里 将不好的丢弃了 世界上的梦鸟也是这样子 哇 这是另外一个宝贝 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 上帝要用的人 请问世界喜不喜欢用 超喜欢用 很少得到像我们这么高品质的男人 有人 OK Kids 你点头 OK 他被我强迫点头 OK 真的 我跟你讲 很多人认为 这世界非我家 所以我要被神用 所以世界很难用 你完全搞错 完全搞错 哇 很多人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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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都没有好好使用你 上帝都没有爱我 那我到世界去鬼混 你完全搞错 一个为你定十字架的主 你都可以不要 世界还要你吗 世界还要你吗 不可能 最后一个好的一个好的上帝的儿女 其实世界最喜欢用的 诚实 可靠 公义 不贪钱 就是贪钱也不想让你 你知道 没有 我现在不是讲某个市长 OK OK 我要讲就是说 真的就是个好的公义 然后谦卑 上帝在培训我们 是把我们培训成为一流的人眼 世界很喜欢用我们 世界很喜欢用我们 因为你这个看法 我曾经被一个 一个台湾最大的企业请去 让他们的顾问 我说你为什么找我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有一句话 就是慈祭比不上活光 慈祭比不上活光 活光比不上圣言 圣言比不上喇嘛 喇嘛比不上养小鬼 你们知道我说什么吗 好 感谢主 你们都很纯正 OK 就是有个团体叫做慈祭 慈祭的法力比不上活光 活光的法力比不上圣言 圣言的法力比不上喇嘛 我们这个成为一个商业界 我们很多的投资 我们底下有几万个员工 我们过时 我们是摸着石头在过河的 那我将来要怎么投资呢 那底下有几万个家庭啊 都是要我维护啊 压力很大呢 他就养喇嘛 喇嘛 喇嘛可以告诉我未来 那他说喇嘛如果无相呢 就养小鬼 OK 你们家很少人知道 养小鬼的企业界都看得出来 他有几个mark OK 他说养小鬼如果没有用 找谁 他说找基督徒上帝的儿女 就是我去了 我说我又不是当机 你知道吗 我又不是基统 你知道吗 我又不是那个 我又我真的是被找去 我被找过好几个团体去 你知道吗 我现在还是喔 我现在还是某个团体里面的那个 一个很大的团体 但我不说他的名字 哇他就说你知道吗 这个喔 我不想问你啦 他说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啦 我 你的Q1怎么样 我不代表你的Q2只有 我说你明年Q1怎么样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当机啊 我又不是基统 他说我就是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相信你什么 你会讲实话 你不在董事长的面前 你既然我们有几万个员工 你在我们前面 你还是平起平坐 为什么 因为你足够诚实 你足够专业 你足够认真 你可以讲个实话 请问他有没有讲错 他完全没有讲错 那这样我要拿多少钱 妹妹你说一下 答对了 零 我在讲个实例好不好 日本人长期的一直 喜欢吃台湾的稻米 他都不敢进口 日本人有种 明明在台湾有中国很好的稻米 还是不想从台湾进口 我就不相信日本人 不想吃台湾的稻米 2002年我们组成一个团队 想打破这个日本的境界 让日本的稻米 可以进口我们台湾 日本的稻米是我们的15倍 价格比我们的15倍 我能够能够打进欧 打进日本 我就可以打进欧盟 打进欧盟 我就可以打进美国 让我们台湾的稻米 可以卖到全世界各地去 把我们的农民可以 让他可以互游 让我们的年轻人 可以回到乡村 可以好好的经营他的土地 我们就是那个团队的 当时我们用男人米 打第一炮 护理 听过没有 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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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嫌护理 护理有个稻叫憋西 很吃憋了憋了 叫憋西 从头到尾都很干净 那我们跟在地的农民讲好了 我们台大的这个团队 我们有九个 有两个是台大的教授 我们也有企业界 我们也有专门做进出口的 那我们合作合在一起 跟农民讲 请你这一甲地 照我们的方法来做 然后呢 我们就去拜访日本的农业部长 叫龟田 OK 我们说今年的日本的稻米展 让我们台湾台参向 你看他说可以吗 台湾的稻米不是铺了很多农药吗 OK OK 哇 铺了什么什么 欸 台湾的很多草药都很习惯 农药都很习惯 名字都很好听 有个农药很有名叫做免草凡 免草凡 免草凡 OK 草就是那个草来 噴完了以后就免草凡 有个草药叫做免草凡 OK 你吃完以后就免草凡 吃了你就翘毛了 OK OK 所以 我们说来来来 我们中了 你来看 你来检查嘛 检查完了以后 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参加日本的稻米展 诶 国人探来了你知道吗 拿一查 哇 一收割一查 哇 全部合格 所以请你 那一年 一小包 日本的稻米展 我们台湾的护理米 终于第一次打破40年的禁忌 进到日本去产材 然后呢 他说了很多好评 然后呢 我们要跟你买 日本的专家又派来 然后呢 要跟我们谈 诶 我们不肯卖了 因为日本人买很多 我们就 我们就一甲地 我们就一甲地 OK 他家家家家 我们说 诶 诶 诶 OK 我们就不肯卖 因为就一甲地的米 那其实有人跟我们讲 诶 张教授 护理的米 也不错 周围还有很多地方的米也不错 云川的米也不错 OK 周围 还有池上米也 还有观山米也 要不来混一混 要不来混一混 不干 我跟你讲 上帝的国 我们还好呢 我们因为不干以后 我们哪里 我们进口日本 日本再查一次 又一样的项目再查一次 怎么样 全部合格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货柜的米 就只卖你一个货柜的米 我们不会卖你两个货柜 我们要的是那个品益 要的是那个 要的是那个信用度 2002年 我们打开了日本的日 日本的最困难的 难打的市场 一直到今天 我们贪得到米 输到欧盟去 输到美国去 输到日本去 请问我们赚多少钱 什么钱都没有赚到 我们个人 我们个人 他们还整对 哇这个 请问我们在城市里面 他说 哇张教授很谢谢你们 为我们打开市场 请问你要多少钱 我说不要 都不要 都不要 神要用的人 世界也非常喜欢用 不要以为就是说 神不用我 我就世界去鬼混 没办法 然后呢 根本非常好的信念 所以天国的网子 撒下去以后的话 就冗计各样的水足 螃蟹也来了 乌龟也来了 鱼也来了 大鱼来 小鱼来 可能连海草都来了 OK 冗计各样的水足 因为天国的网 是那么的有威力 天国的网 是那么的吸引人 然后呢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都来了 然后呢 网就很快的满了 上帝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天国的投资智慧 当你拿到很多的时候 你第一个 请你要拉上岸来 第二个 请你先坐下来 我们撒网的人 是不是可以在海里面 一片洒一片看 里面有什么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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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这样做 撒网的时候 为什么鱼会跑到网里面去 因为他那个网有个重量 然后网有个 有一个阻力 让你的水流过去的时候 网没有过去 因为网被你控制在你的手上 所以的话 你下天国的网 什么样子 你都可以抓得到 因为那个是 大超过上帝的威力 这时候你要小心 这时候你要小心 第一个小心的话 你先拉上来 你要把那个东西要拉上来 这个其实太有意思了 我们在业界很久 这边每一句话 都非常感动人 第一个你要把他拉上来 OK 你不要 拉不上来你他拼命要拉 有时候我们东西太多了 已经不是量力了 不自量力 我们找女朋友要怎么样 要知道你的力量有多少 OK 不要去搞一个 对不起算了 OK 到此为止 OK 你不要搞一个很难的 那你就 还是你能够拉上来 你能够把他拉上来 你拉不上来就放掉 欸 我 你们有没有这种撒网的经验 现在要一条鲸鱼 你们有没有吃过鲸鱼 欸 我吃过鲸鱼 好不好吃 哇 很难吃 OK 很难吃 但是那个鲸鱼很难 很难抓了 因为刚好是一只小鲸鱼 经过我们的脏话 被我们抓到 不是 被我们附近的鱼鱼抓到了 不是我抓到 那我在讲真的是 第一个 我在每个句话都很有意思 你 你天国的网 啪 一出去 你很容易抓到各样的水族 各样的鱼 你都可以抓得到 神经告诉你们 第一个 太重了你就不要拉 第一个 你就拉上来 不要不自量力 不要搞得自己内伤 你不要跟网里面那条鱼 那条鱼那样 内耗 请你不要坐 第一个 拉上来 第二个的话 拉上来以后 请你要坐下 这个好有意思 好有意思 看清楚一点 坐下 坐下来 这个 你都把它拉上来了 拉上来的话 请你不要立刻看有什么鱼 你就先坐下来 先坐下来 OK 坐下来很有好处 坐下来代表我们很冷静 坐下来代表我们可以怎么样 休息一下 坐下来代表我们可以冷静的思考 坐下来可以好好的盘算一下 我拉这么多的鱼到底是要干什么用 坐下来很重要 坐下来很重要 然后第三个的话 减好的 好的投资一定是减选 把坏的丢掉 你说这不是天国抓来的吗 天国抓来里面还是有些不好的 这好有意思 好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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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啪抓到 按照你的力量 拉上来 第二个你坐下 冷静的坐下来 第三个你好好的看 有些 你说天国的王还做到不好的吗 是 是 那你不好的话你就丢弃了 OK 那世界的梦了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是很好投资的智慧 一个天国的王撒出去 你可以冗进各样的水族 拉上来 坐下来 好好的挑选 好好的挑选 再看下一张 他跑掉了 OK 第四个 这个讲完就讲完了 天使要出来 把一人从二人昏沸出来 丢在火炉里面 那里必要哀哭切食 所以上帝也是做 其实 不是说我们这样做是很残忍的 其实上帝也是这样做 有时候你捞上来有些就是不要 捞上来有些就是不要 不要什么都要 OK 这个 我认为百事应该不是可乐 百事可乐一定有问题 OK 什么事情都好都一定有问题 你要挑选 你要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可以 可以挑选 再下一张好不好 那我第四个 那第四个我讲完就讲完了 第四个 他们说我们明白了 那耶稣就说 还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 就像是一个家族 从他的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上帝给我们四种投资的智慧 第一个 看准 地里面有一个宝 有个宝贝 被卖所有人买这个宝贝 被卖所有人买这个宝贝 不重要的不投资 只投资那个基欧股 或是那个 我觉得投资是很好的事情 什么叫做投资 我今天投进去的钱 将来我一定可以回收 要回收更多更好 OK 所以他背后有一些杠杆 背后有一些的探索 所以我们这个投资 投资 investment就是投资 investigation就是探索 investigation就是探索 所以投资背后都带着探索 他们说我们都明白了 耶稣说 还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 就像是一个家族 从他的仓库里面 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第四种 还有第四种 第一种是里面有宝贝 我投他 第二个是因为有个好珠子 我选择这个好珠子 就一颗 就一颗 就为了这一颗来投资 前世纪一些非常贵重的金属 那种 像说有些 有些钞票 他印反的 那个价值都很高 把华盛顿印成仓文量 哇 那个价值高得不得了 如果找了有三张的话 什么是价值最高 就把另外两张怎么样 剪掉只剩哪一张 你知道吗 只剩哪 就是那一个 那一个 所以这张 所以如果有那个贩骨的话 哇 两户都会一模一样 就把衣服干掉 你知道吗 最后的那一户一定是最贵的 OK 所以的话这个很有意思 第四个 这个很有意思 我这四个投资里面 我最喜欢第四个 撒尼说我再给你一种投资 是给你一个仓库 给你一个仓库 什么样的人可以拿到这个仓库呢 从库里 库里英文叫treasure 就是宝贝 第一个也是一样 他把一个宝贝藏在地里面 第四个也是一样 给你一个treasure 给你一个 一个 然后这个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人是文士 什么是文士 教授 我们就是文士 教导者 一个教导者就是文士 然后呢 他又受教 一个好的老师 是不是一个好的学生 是呢 是呢 我们一个教导者 基本上我们都是受教的人 一个越肯受教的人 就越成为一个 然后呢 你的受教是为了成为天国的门徒 这三个东西合在一起 一个是你愿意教导 第二个你愿意学习 第三个 你愿意成为一个天国的门徒 往前去 何等何等得得得棒 这在告诉我们 有时候不是我们寻找什么 也不是我们找个好珠子 是你愿意成为一个分享的人 同时你愿意成为一个学习的人 同时你又愿意 我整个学习整个分享 都是愿意成为一个天国的门徒 天国的跟随者 然后呢 你就有个家属 就像是怎么样 你就好像是个主人一样 拥有一个仓库 这个仓库有个特别 就是你拿出旧东西 就变成了新东西 有时候我们去当老师 或者有时候 有时候你明明是个旧东西 但是你从上帝给你的唱歌 一拿出来就变成新东西 我多出了出来演讲 因为我在我教会哭了很久 不像你们都知道 我很谢谢你们 你们每个月都找我出来演讲 虽然也没有什么讲演会 OK 无所谓 OK 人跟人的关系不用军权来衡量 OK 那你请我 你请我来演讲的时候 我真的很谢谢你们 然后 我后来就一个礼拜讲了好几场 那我每次都问我的学生 因为我可以讲这么多场吗 我先说老师你可以 那我说你为什么认为我可以 他说你外面有六口石缸 你叫水摇一摇 你们都是好久了 那我说我已经快没有好久了 我先生每次都跟我这样讲 老师你不要灰心 水缸里面没有水 你摇一摇就会有水了 OK 不然你把水缸倒过来 里面就会有水了 所以我每次都这样子 我真的讲 什么叫做第四个 我愿意成为一个分享者 我愿意成为一个学习者 而无论是学习或者是分享 我永远是上帝国度的门徒 然后神说那我给你一个宝库 我给你一个treasure 我给你一个很好的仓库 东西只要是旧的拿出来就是好吃 就是新的 然后呢 东西如果新的拿出来 他依然具有古旧的真理 在这个里面 OK 我前不久收到我们的姊妹寄给我的那个 水饺好吃 有那种台湾姑 你没有收到 所以只有我收到 所以只有你寄给我 他也不知道他寄给我 OK 反正我有一个 同学送给我很多的礼物 哇 粽子也好吃 水饺也好吃 那我在想想他为什么好吃 我在想为什么好吃 哇 新的东西里面有古老的味道 真是好 我不是讲花梅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种古代台湾的传统手工艺的味道 真是好吃 真是好吃 所以你的旧东西里面 会变成一个新东西 你的新东西里面 会带着古老的味道 成为一个美好的祝福 前面需要去挖 第二种的祝福需要去买 第三种的话 你自己需要去挑 第四种完全不用 给你一个美好的仓库 拿出来就是好东西 拿出来就是好东西 阿们 OK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成为一个受教者 分享者 成为一个上帝的门徒 给我们一个障碍 圣地给我们一个障碍 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仓库 你挑出来就是好东西 新东西带着古老的真理 旧东西一出来就是新的了 主耶稣我感谢你 那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终于知道主耶稣是很看重做生意的 你说我们一生像是一个投资一样 是在地里面买个钻石 买一个宝贝 哇有时候我们知道 看到蚯蚓也喜欢 看到蜘蛛也喜欢 看到蚂蚁也喜欢 看到蚂蚁也喜欢 主说那个不是 那个都不是宝贝 宝贝有一个藏在地里面 我们何等需要有那个智慧 何等需要有那个眼光 来认定什么叫做主的宝贝 然后我们认定以后 把周围全部都买下来 盖瓜成熟 全部都买 全部都买 都买下来 也许我需要一些伙伴一起来开花 喜乐一起来分享 第二个你说告诉我们 天国的投资好像是在寻找一个好珠子 一颗好珠子 就值得我们变卖一切所有 为了要买这个好珠子 哇人生最美好的投资是全部都 全部都放下去 就是赌这个 就赌这个 投资这个 他是值得的 他是值得的 第三个主祢说 你给我们一个网 可以收集 全世界各样的美物 但是你叫我们 当我们要拿上来的时候 就要不自量力 不要不自量力 第二个 收上来以后还要冷静的坐下来 第三个 还要仔细的挑选 坏的 他们说 哇天国的 网收进来还有不好的 神说是 神说是 有拜子有麦子 有绵羊有山羊 哇真的是 有时候最后你挑上来的时候 像天使一样的眼光 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最后一个是孩子最喜欢的 成为一个受教的文士 来做天国的使命 也许他不是个老师 也许他是个爸爸 愿意跟孩子分享 也许他是公司里面的一个主管 他愿意谈到公司里面将来的策略 也许他是政治界里面的一个讲师 来告诉我们整个政党要往前去 该走的方向 也许他是国际的一个顾问 知道整个国际的法力在定定的时候 国际的市场在人家在往前发展的时候 如何能够走向更正确的路 也许他是一个台北市的整个都市规划的一个顾问 他在告诉我们台北市在往前发展的时候 那我们从人口原来的日本时代的5万人 7万人变成现在的250万人 人口高度的密集 那我们如何能够把环境带得更好 何等需要主的智慧 何等需要主的智慧 看得准 看得重要 知道什么挑选 并且在我们有限的知识里面 可以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祝福我们每一位 愿主的恩典 祝福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一生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 人生何等的有限 力量何等的有限 健康的日子不多 情绪稳定的日子也不多 口袋里面有一点钱也不多 能够自由 虽然口袋里面很多钱 能够自由应用的也不多 而能够投资在准确的事情上 有些不重要都让他过去 有些自己看不顺眼就让他过去 有一些自己难以赦免别人的 主我哄你的名来赦免他 有些真的是过去的失败 求主的保险接近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再一次的投资者 能够在世界能够做一个 天国准确的投资者 仰望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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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巧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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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o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